为了带动深度旅游交曝 观光局东莞处举办了 2023夏日艺文剧团演出案 特别是来到了都兰国中 邀请到指风车剧团演出 屋顶环游世界 结合了魔术特技 还有大型布偶的奇幻儿童剧 吸引了很多家长带着孩子们来观看 台上各式各样动物布偶卖力演出 而台下大小朋友也正专注地看着表演 这是由指风车剧团带来的屋顶环游世界 结合魔术特技大型布偶的奇幻儿童剧 吸引许多家长带着小朋友一起来观看 配合我们观光局的 这个中夏旅游节这个系列活动 那中夏旅游节呢 其实就从这个夏天 希望说大家可以感受到 这个台湾的一个热情 其实能够让这个剧团来到 这个花东偏乡 然后造福我们在地的小朋友 有机会来看到这些很优秀的一个剧马 其实对于这个艺术下乡 对我们这个整个的这个部落里面 或者是我们拼向这边的一些 文化艺术的一个气息的提升 其实有很大的帮助 2019年起观光局推动小镇观光促进活动 邀请到知名团体到全国各地小镇演出 而李伟柳赵豪也表示 今年随着疫情解锋 特别争取到指缝车剧团来演出 除了在渡南国中之外 同时在争取10月1号首次在陆野乡 龙田大草原加演一场 透过文化跟观光旅游这样的一个结合 其实是一个非常有创意的这样一个活动 让我们在台东不止我们在地的好朋友 也让来台东玩的好朋友 能够观赏到这一流的这样的舞台剧 我觉得是一种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而除了演出之外 剧团也与大小朋友一起互动 将大型的冲气球以及离赛的方式 推向终点 场面非常热闹 有一个活泼愉快的夜晚这样子 就我们清堂派他们来看指缝车的表演 就我们原本是住在中部嘛 在中部有演出的时候 我们就会尽量带着小朋友去看 这次也刚好过来台东这边度假 刚好指缝车也来这边表演 这样子我们就也特地带他们过来看表演 台湾仲夏旅游节结合艺术带动观光 在旅游同时也能欣赏到戏剧表演 东莞处也表示希望透过戏剧 为东海岸观光景点加值 而10月1号场次 也邀请在地乡亲朋友全家一起来参与 记得判罪东河湘报导 再次试您的讨编 太早 哈